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 与美人许志豪主持的台语歌唱选秀节目 《抽集红人榜》 每周日晚间六点半于三立台湾台播出 本周青春族挑战者 唯曾入围过金曲奖最佳课语歌手奖的曾仲伟 他首度参赛演唱肖黄旗 阿妈的话就拿下高分 威胁未免者陈依诚 令与美人惊呼不得了 这又是一个新的局面了 做了八年客家音乐的曾仲伟 2016年底推出首张克宇创作专辑 《掌牛歌》一举入围金曲奖最佳克宇歌手奖 对于此次在节目的表现 他表示依成台语歌曲经验丰富 唱歌又好听 我只能边比赛边增加自己的经验 希望能越来越进步 表现沉稳的他 最怕评审詹亚文的讲评 因为老师比较会叼咬字 期许自己台语歌曲多听一些 就能愉快登上未免者宝座 此外全新特别企划本月主打 《新陈梦贤》是超级红人榜 YouTube超过200万点 越帅的人气歌手单元播出创下佳鸡 进歌热舞演唱 木载谱也敢去 该段表演的有限收视率更破刺 平常给人阳光搞笑形象的陈梦贤 这周却要做出大反差 表演歌曲将唱出心里最深的痛 曾入围过金曲奖最佳克宇歌手奖的曾仲伟 首度参加超级红人榜三例提供 曾入围过金曲奖最佳克宇歌手奖的曾仲伟 首度参加超级红人榜三例提供 曾入围过金曲奖最佳克宇歌手奖的曾仲伟 首度参加超级红人榜三例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